契丹族反叛杀了都督、赵慧、营房和都督府都被契丹人占领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大家最近听说过这个红三三白杆杆的童谣吧 这个在网上广为流传 虽然说是童言无忌 但是这个童谣仔细地揣摩起来似乎大有文章 咱们先听一下 红三三白杆杆 吃完一起烫斑斑 烫斑斑 买山山 亲朋都来吃饭斑 烫烫里有红三三 吃完全村都不买山山 来也招满红三三 这首童谣是在2021年的6月发布在网上 并且流传开来的 初听起来感觉听好听的 在网上一度火爆 但仔细听歌词 红三三白杆杆 吃完一起躺板斑 躺板斑睡观观 然后一起埋山山 埋山山哭喊喊 全村都来吃饭饭 吃饭饭有散散 全村一起躺板斑 躺板斑埋山山 大家一起风干干 风干干白干干 大家一起长散散 风干干白干干 身上一起长散散 你要是仔细地琢磨 让人细思极口 一个人不懂吃中毒了 躺板斑了 全村来吃习 结果菜里也有全村集体死亡 太诡异了 就像是预言着某些集体的大灾难一样的 让人感到诡异 那么再想一想 这个会使人联想到现今的一些红顶商人 或者是影视界的红人 玩弄全色 最后自食其果 躺板斑 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些 先看看这个童谣的传唱 曾经是各个朝代都有的一种形式 而其中有一些童谣 后来却成真了 有一些经典的故事 我们不妨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有名的 是西州的一个故事 史记 周本记记载 西州末年的一天 周宣王在都城浩京大街上 听到有一群儿童在喊 胡其福实亡周国 宣王大惊 以为卖胡其福的 也就是胡其福是指什么呀 射箭的袋子 装那个箭的袋子 拔出来弓 从里面拿出来箭 射箭的袋子 这个宣王一听 这还了得 以为卖胡其福的人要造反了 不管三七二十亿命令 把所有的卖胡其福的 统统抓起来杀掉 他哪里知道 这里讲的胡其福 其实另有所指 当时有一对正在卖胡其福的 老年夫妇为了逃避追捕 而跑到了城外 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 觉得可怜就收养下来 这对夫妇逃到了一个叫做宝部落的地方 这个女婴就由宝族人养大 她不是别人 正是后来烽火系诸侯的宝寺 长大后的宝寺美貌非凡 后来宝族的首领为了营救 被周幽王关押的宝族的大臣 便使用了美人计 将宝寺送给了幽王 周幽王就是当年的宣王的儿子 西州最后一个皇帝 此人荒淫无道 得了宝寺之后更是心花怒放 而这个宝寺却偏偏的是个兵美人 从来不孝 令幽王颇为烦恼 当时都城外丽山的烽火台 是专门用来在西戎进攻时 点火报信 令各路诸侯前来救驾的 轻易不可点火 幽王为了驳美人 包四一笑 竟然下令 点燃风火 调戏了诸侯 包四见状 如此闹剧 终于 敏嘴一笑 就是为了这一笑 后来 西戎真的前来进犯之时 面对着生起的风火 各路诸侯以为幽王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搞什么花招 便未做任何反应 周幽王惨了 被迫出逃 后来在丽山 被西戎杀死 周国灭亡 胡七福 十王周国的预言呢 就是这样的应验了 这恐怕也是幽王的父亲 宣王万万没有想到的 还有大家知道 储昭王吗 竟然有一个童谣 被孔子解读为是说储昭王的 据嘉宇记载 有一次储昭王乘船渡江 看到江中有一个大如斗的红红的圆东西撞到了船上 船上的下属将这东西捞了起来 给储王看 储王感到十分的奇怪 问左右大臣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于是 储王派人去鲁国 问谁呀 问孔子 孔子说 那是平时 抛开可以吃是好东西 是只有霸主才有缘得到的 于是 储王照办果然如此 鲁国大夫听到这个消息 就问孔子 说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 孔子回答说 我过去到郑国之时 在陈之野的一个地方听到了一首童谣 叫做 储王渡江得平时大如斗 赤如日 抛食之如堂蜜 那么这一次果然就让储王碰到了 应验了 另外家宇还记载说 有一次 齐国有一只独角鸟飞到了朝堂前 斩翅而跳 齐侯感到非常的奇怪 编派使者到鲁国去问孔子 孔子说 这鸟叫商羊 是代表水降的 以前曾经有儿童单脚跳地 模仿鸟的样子一边跳一边耸着双肩 还唱到天将大雨 商阳鼓舞 现在这鸟出现在齐国 应当是告诉百姓 修笛造取 以防水灾 后来果然天将大雨 邻国都发大水 唯独齐国有准备 而就避开了 另外 咱们再说 秦始皇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故事 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 做梦都希望江山永保 自家天下可言 至秦世万世 而偏偏一块偶然发现的石碑上刻着一个称语 令他寝食难安 就是王秦者 胡也 当时北方的匈奴还非常的强大 中原称之为胡 秦始皇便将匈奴人视为王秦之大患 于是派大将孟阔率三十万大军 讨伐北方胡人 北伐匈奴以绝后患 孟阔是何等人也 当时大胜而归 孟阔修复了大片的湿地 并且修筑了万里长城 以防胡人难亲 浩大的工程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民间怨声载道 孟江女哭长城以道夫的故事 也算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了 加上秦始皇 严令苛政 焚书坑辱 穷兵独武 终于在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当政之时 反秦起义四起 秦朝灭亡了 秦始皇以为王秦者胡也 这个胡是胡人而不料 其实是恰恰他的儿子胡亥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预言就这样的成真了 再说汉元帝时 有童谣替水一灭灶烟 灌玉堂流金门 到汉城帝建始二年三月 物子 北宫中的景权稍微的有上涨 后来景水一出来向南流去 景水阴也 灶烟 羊也 玉堂 金门 至尊之局 向阴盛而灭羊 切有公事之应言 王莽 生于汉元帝出源四年 至汉城帝封侯 为三公辅政 因已篡位 汉城帝时 也有童谣 是这样讲的 燕燕伟旦旦 张公子时相见 木门苍狼根 燕妃来 拙皇孙 皇孙死 燕碎尸 汉嘉宏三年 汉城帝微福出巡 常与傅平侯张放一起 自称傅平侯家人 他在杨河公主家坐乐 见到能够在掌上舞的舞者 赵飞燕 便招他入宫 宠爱有加 故曰 燕燕伟旦旦 美貌 美貌 张公子说的就是傅平侯 木门苍狼根 指的是 宫门同源将来会尊贵的 后来赵飞燕被立为皇后 其妹赵昭仪 害死了后宫皇子 之后自杀 所谓的燕妃来 酌皇孙 皇孙死 燕酌使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看 千里草 何清清 这个 说的又是谁呢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汉县帝元年初 长安有童谣说是 千里草何清清 十日捕不得生 乍一听 难解其意 千里草其实指的是个懂字 十日捕 其实是个拙字 这首童谣讲的就是懂拙 而无论是千里草 还是十日捕 都是自下而上的解字 而不同于通常的是 自上而下的解字 暗示 董卓将自下谋上 以臣凌军 清清指爆发 暗指董卓暴胜当权 却又迅速的败亡 落得不生的结局 董卓因为飞扬跋扈 引起了祝侯的讨伐 最后他的养子吕布 敬酒师突现匕首 刺杀董卓 死的时候 董卓想到了这个童谣 自念到 十日捕不得生 就这样 含恨死去了 咱们再说一个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如一年间以来 民间开始流传一首叫做黄章歌 歌词是黄章黄章草里藏 弯弓射你伤 传唱不久 契丹族反叛 杀了都督 赵慧 营房和都督府 都被契丹人占领 朝廷命令总管曹仁师 麻人杰等等四人 前后带领一百多万兵马 前去征讨 全部都被契丹人给打败了 他们带领军队败回到了黄章谷 被契丹人彻底的消灭在了黄章谷 没有逃出一只人马 黄章歌 从此得到了验证 这些都是古代有趣的童谣最后成真的故事 童谣通常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诙谐幽默 阴节和谐 形式简短 读上来朗朗上口 在网络不发达的时候 童谣是通过人传的 这些童谣可能经过一个家长的嘴去传播 然后歌声最容易传播出去 所以呢 童谣会被家长唱给孩子听 有的孩子又唱给其他的孩子听 所以说这个童谣就会被传播开来 这就是点赞和分享的最早期的版本 家人们点赞分享吧 还等啥呢 红散散白杆干 原创的作者可能本意确实就是教育大家 不要乱食野生菌 云南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菌 每当菌类成熟的季节 都会有许多的人前往云南 特意的去采摘食用 歌中的红散散白杆干 就是最典型的野生毒菌 毒影散 如果乱食物食 就会像歌里所说的一样 死翘翘了 当然 生活中不仅仅是蘑菇 燕窝 鱼翅 山珍海味 蝙蝠长宠 何尝不是如此 而且一个人得病 全村得病 如瘟疫一样 最后都躺板板 而生命的轮回中 又都风干干 涨散散 回归净土 回归自然 说其细思极恐 也不为过 瘟疫病毒的发展是如此的 而近期很多的官商 影视圈 他们的发展 也有类似 这些张王李赵的人 大吃大喝 全色交易 不知敬畏 官商勾结 最后纷纷落马 不是一样形象的展示了 红伞三最后落成了 唐板板吗 因此 心存敬畏和善念 凡事做到七分满 留得三分 未余生 三分泉水 七分月 青山浩渺 心未绝 灯火万家 常不灭 浩然之气 方渡劫 人生 如是 如是 红伞伞 白赶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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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